上午的國音樹必修才剛結束 種子時小校園 下午有各種選修課 無論騎單車 舞蹈或去操場活動筋骨 每個角落都有好玩的事 同一時間進行著 爬上童話故事才有的樹屋 選修笛子課的小朋友 躲在秘密基地裡 更能專心練習 沒有人規定學音樂 只能在教室裡 耐心陪伴孩子的是Yoyo 她是家長 同時身兼種子的德文和音樂老師 在這裡教書不用教師證 經驗學歷也沒設限 帶著專長與滿滿熱忱 就是學校重要資源 大女兒曾經已經畢業了 然後第二個女兒也在這邊上課 這也是我為什麼要來教的一個原因 就是回饋給學校 因為我覺得這個學校 給小朋友很多 所長要記得把這個分配好 可以嗎 傳統師培體系出身的劉以傑 雖然大學念的是歷史 不過在種子 他可以教烹飪 教自然 還教人類故事 也就是結合地理歷史的社會課 種子提供舞台和空間 讓老師自我實現更有成就感 你要教數學國語 哪一門必修課 你是可以協商的 然後你要開選修課 你只要說得出 你教這個有什麼價值 那你就可以開 大阪線再回去 同樣出身傳統師培體系 今年25歲的葉拓舞 沒考教師證 但他參與許多 實驗教育團體和工作方 體現教育理念游刃有餘 像這樣的年輕老師 在不少實驗教育機構 只能領代理教師薪資 流動率偏高 種子比照公立小學 新進人員薪資 四萬五起跳 讓好老師能兼顧理想 與麵包 累積年資越高 你應該是薪資越高 可是我們就是把 年資高的老師的一些薪水 就是把它砍掉一點點 然後但是會分給 比較初任的老師 所以就是盡量消滅那個 年資會造成薪資差距的 這個問題 下午四點 放學音樂聲響起 喧鬧校園恢復激 只剩老師們留下來 進行每週一次的工作會議 下學期的課程規劃 大家要開始分享 除了規劃校外教學 編排課程 教學現場疑難雜症 也能提出來共同討論 種子看到老師需求 提供心理層面支持 創造極低流動率 在應徵老師 我們的概念 都已經是在帶領他 而不是說我來審視 測驗他 那等到他正式進來的時候 比如說優先 當我要排課的時候 一定是讓新老師 先安頓最適合他的位置 那我們其他人來走位 他應該照理說 他時刻的能力 是最需要去呵護的 所以你應該比較 能夠讓他的選擇性比較多 拿起鋤頭走出教室 110學年度轉型 公辦實驗學校的 新北市石門國中 事辦以生態為主軸的 創新課程 注意你同學的安全 除何日當午 不再是單調的課文 背誦 由於石門國中 是全國唯一 風箏特色學校 還作用漁港 山林等地理優勢 如何結合自然資源 並推動 既有師資轉型 成為永續辦學 一大考驗 石門國中傑出校友 也是當地農場負責人 陳國志變身食農教育講師 與物理生物歷史老師 合作開課 歷史老師可先結合文本 讓同學了解地瓜 與台灣文化的關聯 及意義演變 接著根據日照方位選地 研究地瓜品種 分析土壤 再投入開墾種植 各科知識融合 共同備課 學習面向更完整 他們來的話 就是從我們選地開始 一直到翻土 然後清除雜草這些 然後再來把石頭 大的石頭 再做一個清除 這些同學 他們都親力親為 自己都下去做 因為我們老師都會 願意再學習 新的知識進來 所以我們也是 接觸地瓜之後 再重新的學習 那因為多的老師 可以有不同的激盪 跟不同的想法 那物理有時候 學的會是一種邏輯 或是學一種清楚的脈絡 所以我們在編排課程的時候 就會發揮不一樣的專業進來 石門國中 屬於偏鄉小校 面對少子化衝擊 全校老師 體認轉型重要性 高志勳 鄭欣怡 與其他教學夥伴 近年持續參加實驗教育研習 透過研發教材 教學創新 不斷思辨嘗試下 帶動校內觀念翻轉 我們希望孩子主動學 所以我們自己工作者 教育工作者也要主動學 比如說什麼是實驗教育 然後還有各國家的實驗教育 的一個做法 還有實驗教育的哲學思考 例如我們怎麼去看待 課程是我們設計好的 還是孩子想學的 那個師生一起共創課程之間 怎麼去思考這件事情 今年會招聘八位實驗教育組的 新進的老師 其中這八個裡面含兩個 音樂跟輔導是雙語專長教師 就地轉型需要時間 公辦實驗學校師資 多半仰賴教真管道 國內實驗教育先驅 政大教育系副教授鄭童瞭點出 以現行失賠體系來看 普遍問題在於 由於失賠單位課程架構僵化 缺乏多元性或具有實驗精神的課程 導致教師同職性太高 專家認為 若把華德福為台灣而教 蒙特梭利等創新失賠課程 居於門外 很難因應師資需求 失賠彈性肌帶鬆綁 師範培育體系 就應該開放多元 譬如說蒙特梭利華德福 或者是其他TFT啊 軍醫等等 這些來刺激原來 私自培育體系 就人家培養出來的人 進入現場之後 可以做得比較好 那這邊才會緊張 不少專家也點出 台灣實驗教育如雨後春筍 然而偏向小校教師 不只需要自主進修備課 在授課時數沒減少的情況下 還得堅任行政工作 外加記錄成果製作評鑑 才能爭取多元課程經費 如果還要照顧特殊學生需求 輕施溝通等於承擔多重壓力 勢必交習 教學熱忱 如果提實驗教育的學校 他不要再接受 傳統的那些各種的 評量 考核 還有各種的行政事情 這些事情其實 在地方政府的手裡 在學校的校長老師的手裡 他們可以透過協商之後 很多事情沒必要 實驗教育為填壓式教育 帶盡活水 不過崇高理想 仍得務實達成 多元化師資將是第一步 TVB新聞 羅氏彭丹圓令 新北市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